今天赐给我们的话语是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四节 这一节的话语 我们一起来读两遍 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四节 开始 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 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 欢欢喜喜地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 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 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 欢欢喜喜地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 阿们 这一时间我们的监督会以藏在地里的宝贝为主题来 见证话语 天父啊 我们求你让我们能够领受这话语 我们这样的祷告 让我们能够明白这话语 顺从这话语 为此喊耶稣一遍祷告吧 耶稣一遍祝 阿们 阿们 天父啊 在这圣洁的日子里 你这样的赐福给我们 我们顺从你的话语 来到你面前听你的话语 并且能够将礼拜 还有荣耀归给你 真的感谢你赐恩给我们 我们愿意将这所谓的时间 都交托在你的手上 依靠你 天父啊 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能够顺从 接受这话语 从而按照这话语去生活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藏在地里的宝贝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今天的讲章 开始 上帝是福分的根源 他叫世人认识福分 并且得着他 但世人却照个人的观念寻求福分 以至于得不着他 实际上 他们连什么叫福分都不知道 宝贝就算再多 若接触不到光 就只是无光彩的无用之物 同样的道理 人若不知道 就只有灭亡 终于有一位找到了这宝贝 他就是上帝 上帝为了获得这宝贝 即灵魂 我们的灵魂要被上帝发现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得到荣光 为此 我们要明白 自己的灵魂就是宝贝 人靠耕种得来的粮食活着 但若不知道藏在地里的宝贝 就只能贫穷 上帝为了得着这宝贝 连自己都卖了 为了得着这宝贝 上帝舍弃了儿子 儿子的血与肉 甚至天 从而买了我们的灵魂 上帝用圣灵与能力 叫我们发光 因此 我们的灵魂成了上帝的荣光 我的灵魂啊 你是上帝的宝贝 国度 权柄 荣耀 都是属于他的 直到永远 阿们 上帝是福分的根源 根源 是指着源泉 根 源泉 上帝比这所有的万物先存在 不仅万物 还有属灵的天 也是由上帝造的 在那之前 永远以前 上帝就独自存在 从那个时候开始 从那个时候开始 就与上帝同在的 上帝的属性 上帝的品性 也就是上帝的所有 这就是福分 就好像我们呼吸 与我们分不开一样 这福分从一开始 就是上帝的所有 从永远以前开始 就是属于上帝的 上帝 也将他的所有 分给了万物 分给了人 创世纪一章 那里可以看到 上帝创造空中的飞鸟 赐福给他 叫他生养 资生繁多 也赐福给海里的鱼 还有也造了人 赐福给人 叫人 生养众多 变满地面 福呢 福分 是实际的存在 是有能力的 原来只有几只 雀鸟 然后慢慢地 然后充满了 充满了天空 还有几只 几条鱼 然后充满了 慢慢就充满了 海中的水 福分 是这样的 实际的存在 还有一粒种子 拨在地里 发芽 然后会结出百倍的果实 可以结出百倍的果实 天国教像 拨种的人一样 拨种 可以结出三十倍 六十倍 百倍的果实 福分 就是这样的 就是不断地增多 不断地增多 我们对于福分 也有这样的认识 而这个福分 原本的意思是什么 是上帝的幸福 福分 是上帝 是属上帝的 这所有一切都是属于上帝的 我们祷告的时候说 上帝啊 求你赐福给我 那个意思就等于说 将上帝的所有 将属于上帝的那个 给我 也给我吧 让我也拥有 是这个意思 这个福不是说 在你求的时候 然后上帝 然后造了福给你 不是的 不是在你祈求的时候 就临时造出来的福给你 就好像耶稣 从上帝那里来一样 就好像圣灵 从上帝那里来一样 这福分也是属于上帝的 我们一定要确实地知道这一点 从上帝那里来的福分 也就是属于上帝的 把他给我 也给我吧 我们大家在祷告的时候 经常祷告求福 对吧 因为那个福是属于上帝的 所以我们祈求上帝 将上帝的所有也给我吧 也赐给我吧 不是说 哎呀 我活着做得很好 所以他很当然会给我福分 不是这样的 福分原本是属于上帝的 我向他祈求 将他的所有给我 然后上帝呢 把他的所有给那些 做工作的好的人 那些顺从的人 他所喜悦的人 这样的分给他们 上帝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属灵的 这福呢 这福分也是灵 是属灵的 上帝的道是灵 上帝的话语是灵 就像这个道理一样 福分也是灵 是属灵的 今天我们说 上帝啊 求你赐福给我吧 就想着是 好像种彩卷一样 突然有天上掉馅饼 突然种彩卷 不是 这是世上的人所想的 他们不知道什么叫福 他们只是喜欢别人 祝福自己 他们以为这个福分就是 突然运气好 然后得着一笔钱 他们把这个当作福 但是我们要知道 上帝赐给我们的福分 不是肉体 肉体能够 肉眼能够看得见的 就是一次性的 在这世上 一次性使用的东西 不是的 上帝赐生命与福分给我们 这生命也是属于上帝的 这个生命也是作为福分给我们的 生命和福分不是分开的 这样像手掌跟手背一样 生命跟福分 是不可分开的 这生命与福分都是属于上帝的 上帝将他给我们 赐给我们 教我们拣选生命与福分 这福分 这生命是灵 耶稣说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就是灵 就是生命 是灵 福分 是上帝的话语 是上帝的命令 福分怎么来 借着话语来 可是人们 却不这么想 这个话语要进到我们的灵魂里才行 可是人们总是把这个福分 这个话语跟自己的肉体挂钩 我们人 肉身 所有 所具有的这个性命 只是一次性的 死了就结束了 只能用一次 耶稣 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 叫几千人吃饱了肚子 并没有告诉他们 你们拿着这个福分回去 然后不用再干活了 你们一辈子都可以吃饱 不是这样 只是让他们吃饱了一顿饭之后 把剩下的都收回来了 没有再给他们 这样的事情 没有再给他们 是一次性的 世上的物质都是一次性的 上帝 赐福给人 不是说 哎 用完了再给再给 这个钱财 只是一次性的 一次得着了 下次有可能还会被夺走 没有了 为什么 因为肉体是一次性的 耶稣在加拿 加拿 宴席上 行了神迹 使水变成了葡萄酒 他并没有把这个基数 教导给他人 叫他人也 用这种方法 去 怎么盖 建造什么 酒厂啊 或者是 怎么样 如果这样 如果是 给他们这样的技术 多好啊 但是没有 只是行了一次 这样的神迹 这样的神迹 是有 但只是一次性的 大家 病得到了医治 这是得到了福 这也是得到了福分 但这是一次性的 哎 我的病得到了医治 上次我不舒服的地方 现在好了 这只是一次性的 你 你得到了医治吗 是的 那么 你不要再犯罪 主耶稣这样的嘱咐 病得医治的人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次性的 你再犯罪的话 那么 你就 还要重新再得着 再得医治才行 不是说你一次得着了 你这一辈子 不会再生病 不是这样的 不是说你得到了医治 就得到了一种什么效力 可以一辈子不再生病 不是 所以这医病也是一次性的 主耶稣去医病的时候 亲自去按手医病 他也吩咐门徒门 去手按病人 为什么呢 这是要去 亲自去做 是一次性的 百夫长的 仆人生病的时候 然后耶稣 耶稣说 我去医治他 百夫长说 我不敢当 然后呢 这个百夫长的信心 叫耶稣也非常吃惊 说在亚伯拉罕的子孙当中 没有这样的 再找不出一个这样的人 他的信心真的很大 为什么 人对肉 上帝对人的肉体的这个医病 是一次性的 人们世上的人在这世上呢 得着福分 然后成家立业 就好像天上的飞鸟 海里的鱼一样 但是在圣经里面 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这个福分 不是指这种一次性的 而是永远的福分 指的是永远的福分 这永远的福分 只有通过话语才能得着 民书记二十三章 二十节那里说 上帝命福给我 命福 命福给我 我没有办法拒绝 此事我不能翻转 就是说我不能不顺从 上帝赐福 我不能翻转 无法拒绝 这个话语不是进入到肉体里 而是进入到灵魂里 以前挪亚洪水的时候 在地上充满了人类 但那些人 尼皮林 他们没有灵 没有心灵 只有想法 只有思考 动物也有思考能力 他们为了寻找吃的 往哪里去 他们都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他们有的只是 绝魂 只是魂的功能 没有 没有心灵 他们没有心灵 尼皮林也是这样的存在 尼皮林 没有办法领受上帝的话语 也就是灵 没有这个功能 没有这个器皿 来装载上帝的话语 所以上帝从其中 拣选了一个人 将生气吹在他里面 叫他成为有灵的活人 也就是亚当 也就是叫他成为一个 能够接受上帝话语的器皿 给了他灵 就这样 亚当是有灵魂的存在 没有灵的尼皮林呢 上帝用洪水 把他们全部除灭了 只留下 挪亚八口人 重新开始人类 从此以后 人有的 不是像动物一样的 那样的绝魂 而是有心灵 这样上帝就可以将话语 赐给人 人可以领受这个话语 只有灵 才可以拥有上帝的话语 叫人活的是灵 肉体是无意的 肉体是一次性的 但灵 灵是永恒的存在 我们的肉体 无论是先知也好 牧师也好 死了也就死了 就要归入尘土 但是灵是永恒的 灵是永远的存在 将来复活的时候 灵会复活 不是魂复活 而是灵会突然改变 会突然改变 耶稣复活的时候 是以死的身体活过来 但我们人呢 我们生徒们复活的时候 不是说以死的肉体 再活过来 而是灵 灵是永恒的存在 这个灵突然改变成身体 突然改变成像耶稣复活以后的身体一样的 那样的身体 我们属肉 我们的这个肉体呢 就没有了 但是我们的灵呢 是接受上帝的话语与福分的 这样的灵 在主耶稣在灵的那天 会突然改变 突然复活 拥有以前的样子 与主一同 进入天上 这是我们的盼望 也是主给我们的应许 主耶稣 通过他的复活 向我们显明 并且应许给我们了 这样的复活 就像这样 上帝命福给我们 那这个福 不是由肉体来担当 而是由我们的灵来拥有 由灵魂来拥有上帝 命令给我们的福分 所以大家来这里祷告的时候 大家在祷告的时候 一定要清楚地明白这个道理 福分是由谁来拥有 我们知道要想买什么东西 要去什么商店 要去要干什么 应该去哪个地方 就像这样 我们祷告也应该知道 而在祈求 福分呢 是偶像无法给我们的 还有什么 其他谁也无法给我们 因为这个福分是上帝的所有 只有上帝才能给我们 我们要清清楚楚地明白这个道理 还有哥林多后书九章五节 那里提到奉献 那里说到捐资 也就是奉献 这是翻译圣经 把它翻译成了捐资 或者是奉献 但是它的原语 原文呢 原语那里 那个词是什么呢 是上帝的所有 也就是福 福 福分 奉献 这个词 原语是福分 就是说 你做奉献的时候 不是把你的 你的所有献上 而是把上帝的所有献上 把上帝的福分 上帝的福分献上 因为福分是上帝的呀 人们做奉献的时候 就好像把自己的东西献上一样 所以很吝啬 也很勉强 就这样与上帝拉开了距离 十分之一也是一样的 十分之一 还有奉献 是上帝的所有 我们将上帝的所有 献给上帝 这是上帝的 所以我们献给上帝 十分之一也是奉献 都是 甚至我们只要在心里想 哎我要向上帝献上 那么在你这样想的同时 有了这样的想法的同时 那么这就已经是属于上帝了 已经是属于上帝的 没有办法再 就是 出尔 凡尔 上帝必会向你追讨 我们一定要明白上帝的所有 这个概念 要承认这一点 当然我们说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所有 但是福分是永恒的 这永远是属于上帝的 我们做奉献的时候 有时候很勉强 很吝啬 不要这样 我们要争执 在上帝面前 要争执 这是属于上帝的 献给上帝 那么上帝会在你里面做工 就这样上帝赐福给我们 我们承认这福分 然后在上帝面前 又将这个福分献给上帝 能够拥有这福分 上帝命福的这个话语呢 上帝命令的这个福分 不是什么东西 是话语 这话语是灵 上帝将这福分命令给我们 将话语赐给我们 有人说 哎呀不要嘴上说 你要真给我什么东西 我们要知道上帝给我们的福分 是借着话语给我们 你要有 你有福了 我将我的给你 你要拥有 这是上帝给我们命令的福分 我们就这样 借着这个话语领受福分 人们说 哎呀不要嘴上说赐福 你真的给我什么东西 放在我手上吧 这是这样说的人 是把这个肉体的东西 想的是肉体的东西 但是要知道 这话语是进到我们灵魂里的 福分是进入到我们灵魂里的 上帝赐给我们的福分 是只有我们的灵魂才能拥有的 我如果问大家 得到福分了吗 有的人说 我没有得到福分 可能因为他日子过得很困难 所以有时候说自己得福 有时候又说没有得到福分 以此为标准 以世上肉体的这个条件为标准来判断 那些东西是一次性的 那些都是一次性的 你得着了上帝的福分吗 是的 我得着了 你要知道自己得着了福分 那怎么才能知道 简单的说 大家现在得救了 这就是得着福分了 有的人说 我不知道我得救没得救 我真的得救了吗 牧师你为我祷告一下 看看我有没有得救 我稀里糊涂的 你告诉我 让我清楚的知道 甚至有这样的人 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得着福分 还有自己犯罪了 悔改了 已经得到了饶恕 这也是得着了福分 罪得赦免的人 是得着福分的人 你罪得到了赦免吗 有的人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得着赦免 哎呀 然后呢 过了一个周 又把自己犯的罪 掏出来在上帝面前 悔改 完了以后 打告完了以后 再包起来 再拿回去 就要像打包似的 然后下次又打包来了 又放开 在上帝面前悔改 就这样 因为自己里面没有确信 自己是否得着了福分 对此没有确信 上帝将耶稣的名 给了我们 给了我们心灵 我们领受了耶稣的名 就等得着了福分 上帝的名 上帝的名是属于上帝的 但我们得着了 得着了这福分 耶稣的名 作为福分 是不是在我里面 随上说阿们 但是心里怀疑 我真的有没有福 我有没有办法 抖操抖操 抖操我的衣服看看 掉不掉什么东西出来 就这样的怀疑 因为这样的怀疑 没有确信 所以在上帝看来 哎呀 这样的人真的很让他遗憾 彼得在水面上走的 行走的时候 他说我信 他在水面上行走 不是靠着自己的信念 如果他说我相信 我也能在水上行走 那么他就会掉进水里 他说什么呢 他说主啊 如果你是基督的话 那么你命令我 从水上走过来 然后耶稣说你过来 就这样的 耶稣给了他 命令了他福分 命令了他福分 他带着这个命令的 这个福分 就往前走 就从水面上行走了 但是呢 我真的有没有福分 他怀疑的瞬间 掉进水里 为什么怀疑啊 你一开始走得不是很好吗 为什么怀疑呢 你从船上走到这里 不是走过来了 已经到了这里 你为什么又怀疑呢 你这小心的人呢 主耶稣就这样的责备 彼得 福分 福分我们要维持他才行 以前小时候 在乡下 我们 用草极上 有一个什么东西 我们把它摘下来 然后用嘴巴吹 它就一直飘在空中 然后我们不吹的话 它就掉在地上 就要像这样 我们明白这个福分的这个时候呢 它一直可以维持在我里面 但是当我怀疑 抛弃的瞬间就没了 它也就消失了 福分 是永恒的 上帝对亚伯拉罕说 赐福给他说 你要成为福分的根源 亚伯拉罕 照样的拥有着这福分 坚持守到底 把这个福分也给了他的儿子 他的孙子 把认识上帝的这个福分 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他们得着了福分 并不是说 他们一下子得着了很多的财产 反而他们仍旧做客旅 做客旅 他们是希伯来人 希伯来的意思就是客旅 他们一直漂流 就是如此 环境就是 条件就是如此的恶劣 但是 上帝 应许要与他们同在的这个福分 在他们里面 他们得着了这个命令 所以呢 他们一直拥有着这个命令 亚伯拉罕 伊萨 雅各 还有四百年后 他们的子孙 以色列 他们的子孙 他的子孙们 也是一样的 一直侍奉着这独一神 岁月在怎么改变 在那之前 各自都有各自的神 从亚伯拉罕开始 就开始侍奉独一的神 亚伯拉罕所信的上帝 儿子也信 孙子也信 他的子孙 百万人都相信这位神 独一的神 我们一定要知道 这个福分到底是什么 有人问我 你得着福分了吗 我说阿们 我得着了 那你怎么知道 我凭着灵感知道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 那里有话语说 关于这属灵的恩赐 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 如果不靠着圣灵的感动 没有人能承认耶稣是主 没有承认耶稣是 我的上帝是主 如果不被圣灵感动的话 没有人能这样承认 圣灵要接在哪里呢 要接在圣灵 接在灵魂里 怎么知道圣灵在我里面 借着灵感 圣灵住在我里面 所以我有灵感 你怎么知道 你有福分 因为 因为我有福分 所以得着灵 我有灵感 耶稣的名 在我里面 为什么知道呢 因为我有耶稣名的灵感 彼得一好 在美门口的那个瘸子的时候 也是 我把我所有的耶稣的名给你 他知道耶稣的名在自己里面 他知道这个事实 他知道这个耶稣的名是自己的所有 他有灵感明白这一点 所以他说 我将我所有的给你 我奉耶稣的名 命令你起来 行走 就这样瘸子起来了 我们异兵的能力也是同样的道理 我们所拥有的这异兵的能力也是 我有医兵的能力 那我怎么知道这一点 因为我有医兵的这个灵感 因为有灵感 所以 我 我 靠着我所有的去按手 去医病 这个灵感是非常重要的 我的最得到了赦免 我怎么知道 因为我有宝穴的灵感 我常常承认我里面有宝穴 我们做圣餐 就是为了纪念 我里面有宝穴 我有宝穴的灵感 我有宝穴的灵感 我们要将我里面的宝穴 向人显示 要纪念这一点 可是人们却没有这个灵感 神人 以利亚 以利沙 都说 圣经上说 他们是神人 就是属上帝的人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为什么这么说 以利沙 当时 他不是求以利亚加倍的灵感吗 他们拥有上帝所赐予的灵感 以利亚有上帝赐予的灵感 也将这灵感给我吧 以利沙这样的祈求 我在六四年的时候 我领悟到了上帝的意图 也就是对于上帝的意图 我拥有了灵感 瞬间这灵感进入到我里面 你们若遵守 我的话语 要住在你们里面 我的话语在你们里面 那么你们无论求什么 必会成就 你们若遵守我的道 就真是我的门徒 我所领受的这话语 是这样的 今天我们为什么祷告 祷告不是在上帝面前放赖 而是求灵感 铁匠呢 铁匠 现在年轻人可能都不知道 铁匠在做那个镰刀啊 箭啊之类的东西 首先把火烧热 先是用鼓风 用风吹 把这个火烧的火热的 然后把这个铁放进去烧红 再悄悄打打 就像这样 我们像这个道理一样 我们要保存我们里面的这个灵感 有灵感的人跟没有灵感的人的差距是 相差天地选格 我们如果没有上帝赐予的灵感 就什么也不算 有的人得着了五个银子 得到了五个银子的灵感 他又留下了五个银子 而得着两个的 他又留下了两个 然后也得着一个呢 他什么也没有做 所以呢 主人来的时候说 你这懒惰又懒得仆人 你对我是无意的 离开我吧 没有灵感 是什么呢 没有成长 没有灵感的话 就不会有成长 我们教会在刚开拖的时候 可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现在教会复兴成长起来了 人们开始嫉妒 想要就是抢夺 但当时不是这样的 那些人他们说谎 然后现在这些谎言 他们说的谎言都慢慢地露出来了 我们教会刚开始开拖的那个时间 是什么样子呀 我希望以后有机会让我们教会开拖出去的这些长老们做见证 在座的这些长老们 他们从起初就我们教会开拖的时候就在教会 他们知道那个时候我们教会是什么地方 那个地方那个时候呢 我们星际本堂呢 那个地是比普通的地方要矮两米 然后是污水湾 然后很多的垃圾污水都 都是留在那里 还有当时呢 我们教会的那片地方呢 就是那周围的所有区的那个污水 全部都倒在这里 我当时都看得很清楚 大概有三四十个人吧 在那个区周围的那些人 他们把车子拉来 把那个污水全部倒在我们教会这个附近 那个臭味真的没有办法说 还有那个虫子呀 虫子又粗又长 那个污水里面 污水湾里面有一万 几乎能有一万只那个虫子在里面 你脚一踩进去 能踩死一百只 讲道的时候 经常有什么东西掉在我衣服领子里面 一掏 掏出一个虫子 还有那个苍蝇太多了 还有真的是很多的苍蝇 我讲道的时候 有时候那个苍蝇就要像那个烤鸡一样 烤鸡一样大的那个苍蝇进到我嘴巴里 那么的臭 还有那么多的虫子 苍蝇 真的是很脏 谁愿意到那里去啊 但是我呢 我是怎么想的呢 虽然这里是很落后的地方 但是我展望十年以后 展望十年以后的情景 然后去做工 但是手上没有钱 所以我就提前想尽办法借钱 然后我用今后的十年的时间把它还上 我就这样的累紧腰带 十年的时间累紧腰带 我把这个债还上 就这样才有了教会 其实借别人的钱来这样的做事 就好像存钱一样 每一个月去还这个钱 到最后把这个地买下 就成为我们的所有 当时为了买那个地皮 银行是不会借钱给教会的 我个人以个人的名义 我就去那个招姓银行 我二十三天的时间 我去了找了二十一次 祷告完 祷告五个小时 然后去找一天去一次 就这样 有时候被推出来 有时候被骂的耸出来 我还是去 还是去 凭我的性格呢 我是没有办法 我是一个很害羞的人 根本就不敢做这样的事 但是我却连续二十三天 中间只有两天没去 然后我就这样的不断的坚持的 每天祷告完就去 然后呢 他们贷款给我 最后贷款给我 不是给教会 而是以我个人的名义 借给我的 贷款给我 就这样最后最高位置的那个银行的负责人说 哎呀这个人这样的缠着我们 给他吧 就借给我了 然后就这样买了那个土地 多不容易啊 那个时候我的两个眉毛变白了 白白的 就是这样 还有开脱的那个时候 只有七个人 然后接下来我的祷告题目就是 给我十个灵魂吧 给我十个灵魂吧 走路的时候也是 给我十个灵魂 坐车的时候也是 给我十个灵魂 给我十个灵魂 去洗手间的时候也是 给我十个灵魂 给我十个灵魂 就像疯子一样 就是这样的全身心的投入在这个祷告里面 直到我们教会在上册的人数 达到一万名为止 我一直这样的祷告 好来我把我的一个冬天 在冬天还冷的冬天 我把我母亲住的这个房子卖掉 然后我们全家就这样的搬到了教会的那个地下室 直到我母亲去世为止 建起了这个礼拜堂 然后我没有就此止步 还是不断的去祷告 我们教会 我们教会一次做礼拜是有一千上千人参加 但是呢 一天要 这样的礼拜要做九次十次 真的是 像疯子一样的去做工 一直走到今天 还有不仅我们自己 我们因为在郊区啊 远的地方 也有很多信徒 那个我们就想爱那些信徒 大老远的跑到这里 很不容易 我们为他们建造礼拜堂 让他们在当地就可以做礼拜 就这样开始了建造支礼拜堂 为了这些支礼拜堂 我们担当了很多的苦难 到现在真的是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没有休息过 大教会的牧师呢 他们一般七年有一次安息年 但是我呢 一次也没有 别说安息年 安息周都没有 我没有过 一次也没有休息过 就像疯子一样不断的往前跑 有人担心我们教会的债务 要知道我们是哪 借了别人的钱 然后我们再去还他 这就等于再存款呢 十年以后把这个钱存上 还完以后 那么你这个DP就已经涨了一百倍了 比如说当时新几礼拜堂买的时候 我们每一瓶是多少钱 我们买下来了 然后到现在 已经翻了一千倍了 凭什么说 我偷了教会的 拿了教会的东西 我是凭什么做到的呢 就是灵感 以前我们开脱教会之前 很多监力教 还有长大教 邀请我去 带领他们 负责他们的教会 我拒绝了 我拒绝 我唯独自己来 出来开脱 我有这个开脱的灵感 上帝 可以慕会上帝 上帝命令给我了 上帝命令给我了灵感 叫我有能力来慕会 所以我靠着这样的灵感 一直走到今天 可是有些人却想要把他夺去 就好像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有人把他的衣服拿下来捏灸一样 年轻人们 大家如果真的有灵感的话 你可以出去开脱 求上帝给你灵感 你也可以去做工啊 何必在这里去 抢夺别人的所有 没有灵感的人 没有福分的人 他们自己没有 他就羡慕别人的 总是想把别人的夺走 怎么叫强盗 强盗就是抢夺别人的 自己没有 然后去夺取别人的 我们如果有福分的话 是不会贪恋别人的东西的 有灵感的话 是不会贪恋别人的 我们要有灵感 有福分 福分的灵感 既然事情走到今天 我们现在在打官司 现在在打官司 我拜托大家 请大家对我一万个放心好了 不管他们提出什么样的疑惑 大家尽管放心等待吧 问题是我们要有灵感 我也拥有得胜的灵感 我有得胜的灵感 我们需要灵感 没有灵感的话 只是靠着七个 只是靠着七个人开始的教会 怎么可能成为今天这样的世界 遗留的这样的教会呢 我从来没有松懈过 如果上帝给我五个银子 我还要留下五个 给我五个银子的这样的福分的话 我还要留下五个银子的福分 我要这样做 我们一定要相信上帝的话语 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 这里说什么 说了比喻 天国好像什么呢 好像宝贝藏在地里 人遇见了 就把它藏起来 然后呢 把自己的一切都变卖了 卖了这块地 这是对天国的比喻 天国是什么颜色 什么样子 天国在哪里 大家很好奇是吧 上帝告诉我们说 天国好像宝贝 好像人发现有宝贝的土地一样 这是指着上帝 自己说的 天国就是上帝 上帝和天国不是分开的 不是两码事 天国 上帝充满在天国 独一的上帝充满在那里 上帝发现了宝贝 这个世界就好像土地 这个世界就是土地 这个土地对他人来说没有用 每个人都有肉体 刚才我说过肉体是一次性的 这个肉体不是永远的 肉体有再多的梦想 也无法按照肉体的私欲去活着 所以有话说 没有没有理由的坟墓 就是说早晚都要死 没有 没有哪一个人能够完全成就自己的梦想 因为这个肉体就是这样的存在 可是人们却为了这样的肉体而付出一切 我老家呢 有一个跟我一般大的一个人 他退伍以后 他做买卖 卖什么 卖炭的好像卖煤炭 有一天他去了一个地方 有一块地 那个地是石子地 然后种那个豆 也没有什么收获 当时人们因为很穷 没办法 虽然这个地很贫瘠 还是种 还是种豆 然后呢 这个朋友呢 在这个地里捡到一块石头 觉得很奇怪 他就拿了这个石头去做检测 发现这个石头里面的含金量很大 于是他就向主人买下了这块地 那个主人本来种豆嘛 这个豆也没什么收获 既然要买很痛快就卖给他了 而这个老乡呢 他没有钱 他就借了他的亲戚的朋友的地 然后往下挖了几米 就出来了金矿 就这样 他在那个地方 成了富翁 开始经营什么宾馆之类的 他原来是一个乡下人 就是这样的 所以因着他 有一段时间 人们天天在地里看石子 要知道 那个不是谁都可以发现得了的 就好像这样 地的主人不知道 这里面有宝贝 但是让他人发现了 这宝贝是什么 就是人的灵魂 上帝 这个世界是土地 是土地 但上帝发现 发现这里面的宝贝 为了得着这宝贝 而将自己的所有都卖了 比自己的生命更宝贵的是自己的儿女 子女 但是上帝连自己的儿子都卖了 都舍弃了 从而买来了我们的灵魂 还有耶稣呢 他舍出自己的生命 舍出自己的宝贱 把我们买来 石头行传二章 二十八节 十八节那里说什么 他用宝贱 上帝用他的宝贱 把我们买来了 教会是上帝用他的宝贱买来的 买来 就是所有权就归我了 你们要白白买来生命 经上有这样的经文 你买东西你要花钱才对啊 但是恩典 是白白给的 但是却要你买 买卖呢 就因为买卖的话 就有这个所有权 我们要得着 要拥有这灵感 我们要怎么做呢 上帝付出代价 连自己的生命都付出 来买了我们 那我们要怎么做 要买卖 这个一定要有这样的买卖 所以我们要尽心尽力 尽性 尽性命地去爱上帝 去领受 领受他的恩典 拥有他的福分 天国 就好像发现宝贝 然后卖了自己的所有 把它买来 上帝发现我们的灵魂 这宝贝 舍出儿子来买了 儿子也是留下宝血 把我们买来 而我们 我们呢 也要 要白白地买来 上帝的恩典 就是舍出我的一切 来买来 不要懒惰 不要吝啬 要去买 白白地买来 这就是天国 不要等着天上掉馅饼 不要这样的 我们需要灵感 需要灵感 我要拥有一病的灵感 能够病得医治的灵感 要有灵感 我们握紧拳头 说 上帝啊 求你赐给我灵感 诚心地 这样的 这样的承认 尼平林 没有办法接受灵感 我们不能像尼平林一样 成为没有灵感的存在 还有我们的家庭 要有灵感 有灵感 才能够有所有权 才能够拥有 从上帝那里来的福分 能够拥有 上帝赐给我们的一切 我们需要灵感 上帝 借他话语 给了我们一切 我们要靠着灵感 领受他 上帝啊 求你赐给我 领受上帝话语的灵感 求你赐给我 领受上帝话语的灵感 简单的 再简单的说 上帝啊 求你赐给我 话语的灵感 上帝啊 求你赐给我 话语的灵感 再大声点说 上帝啊 求你赐给我 话语的灵感 大家想从罪里得自由吗 我求上帝 赐给我 宝血的灵感 再大声点说 赐给我 宝血的灵感 大家愿意拥有 做上帝儿女的 这个确据吗 那么求你赐给我 耶稣名的灵感 开始这样说吧 求上帝赐给我 耶稣名的灵感 大家真的想拥有信心呢 你不知道自己 有没有信心吗 上帝啊 求你赐给我 信心的灵感 求你赐给我 信心的灵感 只有这样才能卖来天国 请大家站起来 我们要怎么做 我们要舍出性命来买 来买信心 舍出我们的一切 把我的一切都 都舍弃 买来这宝贝吧 我们的灵魂是上帝 所发现的宝贝 而对我们来说 上帝赐给我们的福分 耶稣的名 能力 这都是宝贝 我们要舍出一切 把他买来 我们要买来 主啊 主啊 我们需要灵感 领受着圣灵的恩赐 你再怎么去 按手 那么 这个接受按手的人 没有灵感的话 这个能力也会离开 尝了圣灵的恩赐 滋味的人也是一样 如果你抛弃的话 就没有了 上帝啊 求你赐给我灵感 让我能够确实的拥有 确实的拥有 耶稣的名 拥有 宝血 拥有信息 圣经上说 领受上帝话语的人 是神 是神 也就是是灵 是属灵的 我们一起祷告吧 祈求吧 要求什么 大家知道要求什么吧 要求灵感 宝贝 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